永远都不要失去盼望 让我们真实的看见 这一块地图上面 有耶稣基督在掌权 而虽然我们投下票了 可是我们难难要为这一块地图 为执政掌权者 常常的祷告 阿们 有带圣经来吗 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圣经拿出来 OK 虽然我们的票都投下了 可是圣经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 阿们 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圣经拿出来 我们一起来宣告 来一二三 这是我的圣经 我爱神的话 圣经告诉我 我是蒙爱的人 我是有价值的人 我是有盼望的人 我是有喜乐的人 我是得胜的人 我是蒙福的人 我是有力量的人 我是有未来的人 我是有影响力的人 阿们 跟旁边人说 我是有盼望的人 再跟旁边人说 我们的国家是有盼望的 阿们 因为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一位关键人物 在台湾的这一块地图上面 叫做耶稣 阿们 而今天我们要带来的一个题目叫做 关键人物 关键对话 其实我本来今天想要把这一个题目叫做 关键时刻 因为很多人都说我像刘宝洁 但是真的就不想要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太过于敏感 所以我稍微修正了一下题目 叫做关键人物 关键对话 阿们 也期待你 不要一直看我看成刘宝洁 我叫做王明杰 阿们 来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的主要的主题经文 我用了历代自下 十八章 一整章 其实经文有点多 所以我们就弟兄一节 姐妹一节 好不好 来第一节 单数节 弟兄一起来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就与亚哈结亲 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木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必与你同去争战 于是以色列王召聚先知四百人 问他们说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木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里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 因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拖他求问约沙法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急语 常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巢服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木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纳成交在王的手中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 向我说实话呢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急语 单说凶言吗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 亚哈尚激烈的拉木去阵亡 这个就说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 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基纳拉的儿子西迪迦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 耶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 米盖亚说你今天你的乌子从哪里会被看见的 以色列王说向米盖亚带回 教回一载亚门河王的儿子约阿师说 米盖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 又说众名啊你们都要听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能穿王服 于是以色列王改装他们就上阵去了 军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 约沙法一呼喊耶华就帮助他 神用感动他离开 有人随便开弓撤脚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 王队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 来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耶稣我们真实地把今天的信息全然交托 仰望在你的手里 透过历代之下十八章整篇的信息 不管是从约沙法王亚哈王以及米盖亚的身上 主我们相信你对于我们有许许多多美好的提醒 也让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美好的学习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常常从历代之下我们都可以看见 我们所要学习的都是 我们都渴望学习好王嘛 对不对 上个礼拜我们所学习的是谁 亚撒王 对不对 这个礼拜我们常常在活泼的生命里面 所看到的好王是谁 约沙法王 可是殊不知 其实透过这一段经文的当中 我们自己在默想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常常都住了一个亚撒王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 亚撒王的一个生命 常常会呼应到我们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也是如此 常常神把美好的关键人物 放在我们的身上 可是我们拒绝他 神常常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恩典 有关键的对话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是我们却不听 以至于我们的生命 最终走向了亚撒的一个生命的光景 可是神却要我们 透过亚撒的生命 有几件事情要来让我们学习 好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稳固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上面 好 让我们可以继续地走在 神所计划以及命定真理的当中 阿妹 所以透过亚撒王 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 第一个 认真辨别与交往身边的关键人物 跟旁边说 你是我生命的关键人物吗 我们的一生围绕着许许多多的人 对不对 其实今天你看 坐在这当中的正常来讲 我们会面对到的 坐在这边 常常可以达到七百人 来来往往的 到底我们会跟谁交通 来来往往的 有些人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 可是有一些人 可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的关键人物 而这些人可能对于我们的生命 不管是坏也好 或者是好也好 而当我们选择与这些的神友交往的时候 与这些意友分开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走向另外一个方向 可是我们选择这些关键人物 与他们交往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哪些我们要学习的是 哪些关键人物对我们是非常重要呢 首先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一 拒绝那些把我们引错入的朋友 思考一下 哪些朋友是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把我们引到错入的当中呢 有几个指标我们可以来看 诗篇第一篇第一节 现在中文译本里面说 来我们一起来念 不听从恶人的计谋 不跟随罪人的脚步 不与五曼上帝之徒同伙 这样的人才算真正有福 诗人圣经告诉我们 不要与这样子的人同伙 你就可以走向一个美好祝福的道路 可是从整个的历代之下 十八章的经文 我们要来看见的 要来学习的是什么 第一个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 也就是约沙法应该要拒绝 哑哈的怂恿 去做不讨神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要去拒绝 那些常常在我们生命当中 怂恿我们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这些的朋友 我们要拒绝他 在历代之下第十八章的第二节 新普及译本 来我们一起来念 几年之后 他到撒玛利亚去拜访亚哈 亚哈为约沙法和他的官员 预备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为这场验许多的绵羊 山羊和牛 然后亚哈就怂恿约沙法 跟他组成联军 收复激烈的拉末 阿妹 有没有看见 思想 在我们的身边 常常就有如同亚哈 这样子在怂恿我们 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有做过弊吗 很多人都做过弊 对不对 悔改了吗 学生时代我也常常做弊 但是信主之后就悔改 很多的时候 有偷过钱吗 有 悔改了吗 小时候我常常会被我哥怂恿 去偷家里的铺卖 对不对 然后常常被我爸打得半死 然后再想办法再偷 哇 很厉害 人心诡诈 坏到即出 对不对 就会想尽办法去做坏事 然后呢 有被怂恿在职场当中 有被怂恿去翘班吗 有被怂恿去在利用上班的时间 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吗 有 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都会有 以前我们在公司 在做业务的时候 业务会一起约出去 去漫画店 回改了吗 回改了 对 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 业务到底会做什么 OK 有没有 结了婚的人 有没有被怂恿去 不该去的地方 夜店 酒店 有去吗 不用举手 不要回答 对 如果你旁边刚好坐的 另外一半 更不要回答 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 一段时间之后 有没有被怂恿过 嘿 不要来主日了 我们一起去 交游 我们一起去做什么 嘿 被怂恿过 不要再参加小组了 有吗 不要回答 因为你的小组长 可能就坐在你的旁边 对 更重要的是 传道人站在台上 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话语 对 所以不用回答 可是 重点是 弟兄姐妹 我们已经都是属神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 都要更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有能力 去判别 以及去拒绝 那些怂恿我们 不讨神所喜悦的 叫我们去做 不讨神所喜悦的 这些的人 要 我们要拒绝他 要远离他 甚至如果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应该要去改变他 阿们 所以第一个 我们应该要拒绝 这样常常怂恿我们 去做那些不讨神所喜悦的人 第二个 我们要拒绝什么呢 拒绝那些只会在我们身边 讨好吹捧 说惨媚话的人 你的身边有这样子的人吗 历来之下第十八章 十到第十一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基拉拿的儿子 西底加造了两个铁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样的脚 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几列的拉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 必将那层交在王的手里 阿们 所有的人都说 哇王啊 亚哈王 你一定会胜利的 去 必然得胜 可是要想想看 这些四百位的先知 真的是属神的先知吗 亚哈王 北国 以色列国 所建造了多而又多的 巴黎的神庙 北国建造了多而又多 亚瑟拉的神庙 而这些的先知 不只是侍奉耶和华 也侍奉这些的诸巴黎 所以他们并不是 完完全全的专注在 耶稣基督的里面 以至于他们按着 虽然可能有恩赐 按着他们的身份 可是按着他们的经验 来回应 亚哈王 为什么他们可以按着这些 来回应亚哈王呢 因为他们知道 亚哈王 你喜欢听 什么话 而我所传讲的 到底是不是来自于神 你也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 你喜欢听 好听话 我就对你说 好听话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的先知 如同米盖亚对他讲说 你是根本没有进入到 内室祷告的先知 当我们没有与神建立 那美好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又怎么能够说出 那属神的话语 可是这些人 长期的在服侍亚哈王 长期的围绕在他的身边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亚哈王 你喜欢什么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是按照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老我 这个老我就是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是什么呢 我们都喜欢听好听话 对不对 谁不喜欢被赞美 谁不喜欢说 哇 明杰哥 你今天穿得好帅 哇 谁不喜欢听 说哇 明杰哥 你今天讲话 讲到讲得很好 不用鼓手 不用不要鼓掌 对 不然我会有祸 对不对 谁不喜欢呢 因为我们的内心当中 有一个人性就是 我们都喜欢听好听话 可是我们不喜欢听真话 而且有一个人性是 你听了好听话之后 你听了还想再听 阿们 举一个例子 协会每一年上下半年 都有一个亲密之旅的课程 有上过吗 鼓励大家去上亲密之旅的课程 你会非常收益良多的 而我担任下半年的一个 亲密之旅的一个讲师 前三堂我非常认真的去带领 去传讲 对 就是亲密之旅的课程 有一天在第四周的当中 我在跟一骑师母 出门前有一丁点的不愉快 而在这不愉快的当中 从树林骑摩托车 一直骑到台北市的汉口街 我倒还在坚持我自己的己见 一骑师母就很有智慧说 嘿 老公 你到底要看重事情 还是看重关系呢 这是亲密之旅教的 因为我是讲师 当然要看重关系 怎么可以一直看重事情呢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当然要看重关系啊 他就说 对嘛 那你要不要道歉 好 那就道歉 OK 好 对不起 那我为了看重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要道歉 然后我就说 哇 那你这么厉害 你要不要去带 今天的亲密之旅的课程 因为他也是亲密之旅的带领人 他就说 因为被接受道歉嘛 所以心情很开心 他就说 好啊 我今天去带亲密之旅 然后他才带那么一周 他很开心地带完单一周 隔一周 第五周 我又再去带亲密之旅的课程 我也是很如实地 很认真的把它带完 告诉弟兄姐妹 什么是男性跟两性的差别 到底有什么的差异 感谢神 终于上完了 然后就接受到一个学员 对我们有美好的鼓励 一个line的群组 就告诉我们 他就在上面写 上周依其师母来带领 风格婆婆无人场 写说中很多女性的心声 前一天晚上 二十一天尽道 他讲哈巴古及信心摔跤 受益良多 今天明杰传道带领我们 让我们女性更清楚 原来异性的想法是这样 更清楚明白两性的差异 有助于认识自己 自己以及他人 其实我有被鼓励到吗 有啦 下面有 有 可是人性的软弱 人性的渴望 我想要窃取 依其师母的赞美 为什么我分享了这么几周 我的风格没有活泼无人场 我就跟依其师母说 你很厉害活泼 我很嘲讽他的说 活泼风格无人场 然后他就说 那你想怎样 就马上被真话 刺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 我要传讲的是 姐妹已经很好的回馈在我的身上 可是人性当中 那个渴望不断不断听到赞美 不断不断听到更多赞美的那个心智 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要去明白是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常常喜欢听 讨好 吹捧 羡慕化的人 而我要去拒绝 如果过多了 我需要去拒绝 如果过多了 我的朋友都常常对我讲这些的话 我要去拒绝 因为我希望我的生命里面 是充满真实的话语的 阿妹 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何尝不希望 我们每次服侍完 每一个人都跟我们讲说 哇 你今天讲的是大有恩高 你今天讲的是非常的棒 我今天讲 你今天讲的我都流泪了 你今天讲的我大有益处 何尝不希望呢 何尝不希望说 哇 你今天真的讲得很棒 可是我们常常服侍完之后 都会做一个祷告 神啊 把所有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但是把那些可以改进 以及反省的恩典 归在我的身上 阿妹 是因为我期待都能够更多 更好的服侍 是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能够服侍 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 而是上帝亲自的来使用 以及上帝亲自的来动工 阿妹 第三个 我们要学习拒绝的是什么呢 那些要求米盖亚 同流合物的太监邦 历代之下十八章第十二节 那去遭米盖亚的使者 对米盖亚说 众先知 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 急言 你不如 与他们说一样的话吧 也说好听话 身边有这样子的太监邦吗 告诉我们 同事都决定这样做 你不要这样 这样会影响到你的考鸡 就一起这样吧 老板喜欢听这样子的话 老板喜欢我们这样子做 有这样子的同事吗 有这样子的太监邦 围绕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吗 很多的时候 同班 这一堂应该比较少学生 对不对 学生有时候在学生时代 我们都已经决定要作弊了 为什么你在那边致命清高 为什么不一起作弊呢 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面临到这样子的太监 不断的在怂恿 不断的在鼓励我们 同流合污 不断的在告诉我们 你不要致命清高 嘿 你是基督徒 难道就不能这样做吗 是 不能这样做 阿们 我们就要坚持在我们的真理的里面 因为当你愿意做属神的人 你就必定会面临到 许许多多的一个付出的代价 阿们 可是我们要拒绝这样子的人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可是我们要靠近哪些人呢 第二点 靠近那些愿意真心相待的朋友 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于 朋友对我们说话 我们都不想听 是因为他对我们都不是说那些 我们爱听的话 而是用爱心说诚实话 而是常常把我们带到 对的路径上面 可是因着我们的叛逆 因着我们的背逆 我们不想要 可是神却告诉我们 他把这些人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对我们是有益处的 阿们 哪些的朋友呢 箴言书二十七章第九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的劝教 也是如此甘美 有朋友的劝教 让我们的生命是甘美的生命 所以靠近那些 不断把我们领到上帝面前的约沙法 亚阿说我想要这么做 可是约沙法王说 不我们要先求问耶和华 亚阿王说 你看所有人都说是这样做 但是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 我们要听他的话 因为这个人是属神的人 因为这个人会说出对的话语 所以在历代之下 十八章第四节第六节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你先求问耶和华 第六节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当亚阿王在迷路的时候 谁把他引到上帝的面前 是约沙法 可是当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在迷途的时候 谁会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 你要去靠近这样子的人 阿妹 你要去靠近这样的人 当我们自己 很多年前 我还在刚安利分子为小组长的时候 哇 小组担着非常的惨烈 就去找我自己的 分子出来的小组长 我一个就是小样子的讲师 他就带我在仓库里面 弹他弹的吉他 我们就流泪地祷告 因为很辛苦 对 他给我十几个人 我带到剩下两三个人 对 就只能流泪地祷告 可是他愿意陪我 我想要放弃 他告诉我不要放弃 继续地祷告 继续地仰望神 你必定可以带出 属乎我们自己的羊群 阿妹 而当我们自己成为牧羊同工的时候 我们在教会 我们常常 还是有我们自己的血气 还是想要 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牧羊部的部长 永成牧师 就常常地会提醒我们 嘿 先祷告 嘿 我们先聊一聊 先缓一下 去看看上帝怎么对我们说话 我们再怎么做 而当20 当我自己还在 跟一己师母交往的时候 这成为我生命当中的 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就是我在跟一己师母交往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筹备婚礼了 但是我们两个都非常地忙碌 他的工作很忙碌 我的工作也很忙碌 他的侍奉非常忙碌 我的侍奉也非常地忙碌 可是我们已经在筹备婚礼了 所以每一次 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够多 我们一相处就是吵架 一碰面就是吵架 因为我没有时间陪他去看婚纱 因为我没有时间陪他去挑戒指 所有一切新郎要做的事 我都没有做 所以难怪他会跳脚 所以当我们每次碰面的时候 都这样冲突到冲突的里面 可是我知道我们都是好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就去找了杨牧师 杨牧师 我一看到他我就说杨哥 我不想结婚了 杨哥说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呢 不是都好好的吗 然后我就说 我们一直不断地争吵 不断地争吵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跟这样子的一个姐妹 一起共同生活一辈子 因为每一次碰面就是争吵 每一次碰面就是争吵 杨牧师那时候就说 明杰 你还是要结婚 因为你的席帖都发出去 更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他不只告诉我对的话 对的方向 他还用一句话来勉励我 因为他告诉我 姐妹比弟兄软弱 姐妹会比弟兄软弱吗 当我们在冲突的时候 我丝毫不觉得他比我软弱 反而是我很软弱 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回话 那时候圣经也没有读得很清楚 所以后来去翻翻 原来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里面就提到 姐妹是比弟兄软弱的 所以弟兄在与姐妹同住的时候 要敬重他 以免以让我们的祷告 是没有阻碍的 阿妹 弟兄们 我把这一句话送给你们 让你们的婚姻真实的可以在这个恩典的当中 看见 有时候在那不容易的过程当中 你们会相信 你们要想起 姐妹是比我们软弱的 可是我们真实的也要能够看见 神要清楚地带领我们走向各样各个领域 美好的未来 你的生命当中有这样子的一个人 把你引到上帝的面前吗 我祝福你 生命当中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人 常常地可以把你引到上帝的面前来 阿妹 第二个部分 你要靠近什么样的人呢 你要靠近那些用爱心付上代价 对我们说诚实话的米盖亚 你的生命当中有米盖亚吗 在历代字下的第十八章第十三节 米盖亚说 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指责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以弗所书四章第四节 第四章十五节的上半部 新普及一本 来我们一起来念 我们会怀着爱心说诚实话 在各方面成长得越来越像基督 阿妹 弟兄姐妹们 你的生命当中 如果旁边有一个像米盖亚 愿意对我们说诚实话的 他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像基督 阿妹 你身边有一个米盖亚 顺过你周围 有四百个常常对你说那些 逢迎羡显媚的四百位的先知 你只要有一位米盖亚 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去思考我的生命当中 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米盖亚 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而可是常常 这位米盖亚都是讨人厌的 因为他在用爱心对我们说诚实话 以至于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 可是米盖亚有这样子的责任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告诉我们这些真话吗 其实他可以不必这么做 我们周围的人大可不必对我们这么做 乃是只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想要帮助我们更好 他想要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可是他却必须为着他说诚实话 而面对到我们彼此之间 可能情感上面有冲突 可能情感上面 你会觉得你不想理我 你会讨厌我 可是我因着爱你 我还是要说诚实话 阿们 跟旁边说 你身边不缺说好话的人 再跟另外一边说 但你缺像你说真话的人 我把教会的弟兄传道 永远都有一个美好的恩典 就是我们的身边 神永远把我们放了一个 美好的说真话的一个配偶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观力牧师的身边 有一个米盖亚心仪 对不对 我的身边有一个米盖亚一起 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因为我们常常都在面对米盖亚 以及我们生命当中的 我们生命当中不断不断的 看见我们可以突破 我们可以更好 阿们 因为他爱我们 所以他会帮助我们 在各方面的层面 都想要更好 还记得我第一次在传讲 还不是讲到 我才第一次讲成根的时候 我很努力的预备 我很努力的传讲 我下来的时候 依奇师母没有跟我说任何的好话 他只有跟我讲 嘿 你刚刚讲了十二个对 你刚刚讲了三个嗯 他都在帮助我抓语助词 弟兄姐妹 这一场 请你不要抓我的语助词 到底有多少 你不要去 我听 你听完我讲道之后 你迈给我 明杰哥 你今天总共讲二十三次的对 十二次的嗯 三次的哦 那 你今天得到只听了三个字 对 嗯 哦 那对你没有任何的帮助 请你回到信息的里面 阿妹 可是我却就是在 依奇师母的帮助之下 开始你会看见 我的罪词会越来越少 语助词会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都渴望一件事情是 让我们的表达能够更精准 很容易吗 不容易 对不对 你才讲一次的对不对 都要被 跳出来 还好他昨天已经听过了 哈哈哈哈 来 关键人物在我们的生命之后 你要有一个关键的对话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第二点 认真面对与珍惜每次的关键对话 历来自下十八章的第七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王说 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说的预言 不说给予 常修说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这边指的好话的意思就是 他米盖亚常常不按着 我所喜欢听的对我说话 而这边的凶言指的是什么呢 也就是米盖亚常常按着上帝对他讲的来对我说话 所以我想要听的他不说 我不想听的他却要说 就是这个意思 而我们生命当中 常常也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光景当中 我不想听的 可是人却一直对我说 我想要听的人却不想听我说 所以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关键对话当中 我们需要有三个态度 第一个 我们需要有聆听的耳和敞开的心 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的后半段 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 来 一二三 主每早晨提醒 提醒我的耳朵 使我能听 像受教者一样 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 他在神的面前祷告 主啊 求祢让我有一个受教的耳 让我有一个受教的心 让我可以常常的看见我生命当中的改变 从祢聆听 从祢而来的声音 好 让我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 因为我的需要 可是我们人常常按着我们自己的盲点 我们拒绝听 我们拒绝敞开 什么是盲点 原本你可以看到这么广的事情 可是因为可能在这么广的当中 会有你不舒服的话语 会有你痛苦的一个经历 所以你开始限缩自己的视野 而这些就是你看不到的 就变成是你的盲点 而这个可以叫做什么 你会选择性的注意 哦 这个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会看 我会听 这个部分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我会拒绝 我会逃避 这叫做盲点 有一个牧师 Max Lugato 他曾经这么说 若在高海拔的地方待久一点 人体的两个器官会受损 一个是听觉迟钝 一个是视力模糊 当我们在职位越高的时候 我们受到的那样子的一个框架就越深 以至于我们的听不到对的声音 以至于我们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以至于我们不愿意谦卑地去询问 在那些更低一层工作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所有一切的问题 而当我们常常在面对到敞开的心 以及能听的耳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一个象限图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横向轴是耳朵 纵向轴是心眼 你到底是会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谦卑地听 以及谦卑地受教 一定会是落在 右上角的那一个象限上面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 你耳朵又打开 可是心却不打开 很多的时候你耳朵不打开 心也不打开 很多的时候你假装耳朵 你假装有认真听 可是你耳朵却没有打开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以至于师母常常会给我 在回到家里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累了 但是她会常常还要跟我讲一些事情 而我每次就是 她讲一讲我就这样 坐在沙发上 我的眼睛就闭起来了 然后她会说 你有到底有没有在听 有有有在听 可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听 因为我觉得她讲的 有些是我现在不想讨论的事情 很多的时候 我们面对到的生命的光景 也都是这样 可是唯有我们在那一个象限 第四象限 右上角的上限上面 我们才能够看见 虚心的听 敞开的心 会让我们能够领受 在生命当中美好的关键对话 阿妹 第二个 我们需要有辨别的智慧 以佛所书第五章第十节 新普及一本 里面所提到 来 我们一起来念 你们要仔细判断 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事 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见的事实 听到的事实 不一定等于真理 可是我们却喜欢这些事实 喜欢听到这些现况 可是却不是神的意思 我们会思想 我喜欢什么 不喜欢什么 我合一 什么是我合一的 什么不是我合一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什么是上帝合一的 什么是上帝喜欢的 而我们就去做 阿妹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辨别的 我们要去锻炼出 我们生命当中 能够有辨别话语的一个能力 好叫我们不贪恋好话 而拒绝了真话 如果我们说 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我不知道如何去判别这些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有一部 有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智慧书 叫做圣经 你去读神的话语 你就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如果我们愿意更谦卑的 去向人请益 向那些成功的人士 向那些属灵的人士 我们去请益他说 嘿 我真的是不懂 而他们在身上 可以看见有智慧 存在他们的身上 只要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身段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阿妹 智慧 这个礼物我们就能够领受 第三个 我们需要有面对真相的勇气 真言书二十八章 第十三节 现代中文译本 来我们一起来念 掩饰自己罪过的 不能有幸福的人生 承认过失而悔改的 上帝要向他识人词 我们永远在面对真相的时候 你永远都可以有两个决定 一个决定是逃避不处理 一个决定是什么呢 面对真相而去处理 可是当我们的安全感 受到威胁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自我防卫 可是重点是在于是 我们看见那些 我们所没有办法的 而我们能难愿不愿 向神谦卑的祷告说 神啊 你给我一个恩典 让我有能力 让我可以有不逃避的恩典 以至于我可以坦然的 来面对我生命当中的 破口跟软弱 如果我们不愿意的 一个情况之下 思维的模式 老旧的思维模式 就会不断不断的 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处理 碰到问题 我们就会逃避 碰到问题 我们就会逃避 除非我们真实的愿意 在神的面前 跟祂祷告 跟祂要 让我们在面对真实话的时候 在面对到人对我们说一言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一个勇敢面对的心 阿们 亨利克拉多博士就提到了 现实真相出现的时候 智慧人他是迎向接向光照的 而且是接受真相的 并且调整自己 可是愚昧人的部分 就是一直推开 一直推开 一直推开 如同亚阿王 不断的推开 米开亚是一模一样的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 不是一直推开 我们生命当中的米开亚 而是不断的去迎接 我们生命当中的米开亚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阿们 最后 有了关键的人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了美好的关键的异化 好真实的话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关键对话 更重要的是 我们必须做出关键的回应 阿们 所以第三点 我们立定心志 做出正确的关键回应 因为我们选择的方式 就会把我们带进到 不同的生命的方向 第一个 如果我们能来继续选择 骄傲 以及讨好 我们的生命就会走向灾难 历代之下第十八章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来我们一起来念 有一人随便开工 我受了重伤 你转过车来 拉我出阵吧 那日正式越战越猛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车上 抵挡亚兰人 直到晚上 约在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有听过EQ这本书吗 EQ的作者 他是很多年前的一本畅销书 他刚提出来EQ这个部分 他的作者叫做丹尼尔高曼 他就讲过这一句话 自欺有麻醉的效果 亚哈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吗 他知道 但是他不愿意面对 他不愿意正确的回应 亚哈他不断的用自欺来填果 来麻醉自己的那一个伤口跟破口 很多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也都是一样 谁不知道亚哈的破口在哪里 从诊断的历代之下 第十八章 我们可以看见 谁知道呢 每一个人物都知道 对不对 约沙法知道吗 知道 四百位先知知道吗 知道 米盖亚知道吗 知道 上帝知道吗 知道 天使知道吗 知道 撒旦 你的仇敌知道吗 绝对知道 可是亚哈王 因为他不愿意面对 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 他不断的用麻醉 自欺来麻醉自己 以至于自己生命当中的伤口 那个软弱破口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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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用自欺填补 自欺填补 自欺麻醉 以至于告诉所有的人说 嘿 我的身体是健康的 我没有任何的破口 在我的生命的里面 可是所有人都知道 当你的仇敌 撒旦 咻 你随便都中间 因为你的伤口 所有人都知道 这就是亚哈的生命 他不愿意去承认 自己的软弱 他不愿意面对 自己的软弱 以至于最终 圣经告诉我们 他就死了 他的生命走向一个 没有办法活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生 他没有办法活出一个成功的人生 所以诗篇 《真言书》第四章23节 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语言 圣经的话语 来 我们就一起来念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我们一生的果效 都是由我们的心发出的 如果我们再继续的 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 如果我们不愿意 一直在面对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那个想要被讨好的 那个心态 其实我们的心 是不会被保守的 《真言书》25章27节 现代中文译本 来 我们一起来念 过分的赞扬是可厌的 重点都不是在于 我们不能够被肯定 我们不能够被鼓励 我们不能够被赞美 重点是在于 我渴望被赞美鼓励的 那个态度到底是什么 更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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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告诉我们 多吃的蜜是不好的 阿妹 所以 弟兄姐妹思考一下 我的生命还是一直围绕在这些 蜂蜜柠檬的生命里面吗 还是一天一杯就够了 你的生命不需要太多的这些 你的生命有 可是不要过多 过多就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伤害 最后若我们愿意选择谦卑 再加上责任 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带出改变 我们的心如果不愿意改变 我们的心如果不愿意面对 一切都会是一模一样的 一年是如此 三年是如此 五年是如此 可是当你真的想改变的时候 你会觉得 以我现在的身量 以我现在的年纪 我已经不愿意再改变了 而我的生命 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行动 可是在神的眼里 没有年岁的问题 在神的眼里 没有职位高低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 在主的里面 我们彼此称为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彼此的造就 我们可以彼此的扶持 重点在于 若我们愿意谦卑 为我们所做的过去的 以及现在的每一次的决定 负起那样子的责任起来 看见问题我们就学习的去面对 去调整 去改变 生命自然就会看见 改变的恩典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谦卑是了解 并且承认自己的真面目 以及承认自己的不足 在之前我们参加 所有的牧羊同工 参加了领袖的高峰会 同样的有一位这样子的一个讲员 他叫做Danny Mel Danny Mel 他是一个美国连锁餐厅的一个执行长 他在与会的当中 就说了这样子一句话 成功之路是由修正错误铺设而成的 可是他更重要的一个部分 他提到犯错不是为了 拿橡皮擦把它擦掉而已 好像没有这件事情 粉饰太平都没有发生 都没有发生 而他所提到的一个部分是 要思想如何在这个错误上面 而延伸出美好的续集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会经历到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犯错 因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 因为我们都是人 唯有神是完美的 唯有神是不会犯错的 可是若我们真实的看清楚 我是谁 我是人 我会犯错 我就有能力 谦卑的来面对 我生命当中的破口跟错误跟软弱 而我每次所做的一个决定 都是对的吗 No 还是会有错误的地方 而我不要用橡皮擦 好像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就没有这件事情 不 我为我所做的决定 负起责任来 我谦卑的去学习 该如何让这件事情 未来不要再发生 未来可以更好 以至于我的生命 以至于我的家庭 以至于我所在的处境 可以更好而带出改变 阿们 弟兄姐妹 让我们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 很多的时候 我们可能生命当中 已经走到我们现在的这一步 我们会去思想 嘿 我还有改变的一个空间吗 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们绝对有改变的恩典 我们绝对有改变的能力 因为神把许许多多的关键人物 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也常常透过这些关键人物 告诉我们许许多多跟关键的话语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做出什么样子的关键的回应 今天让我们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可以谦卑的 服服在上帝的面前 单单纯纯的告诉上帝 神啊 我一直活在 讨好 渴望被赞美的生命的里面 我一直活在 那个逃避 不愿意承担责任的生命的里面 但是今天帮助我们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自己是一个可以 谦卑 是可以负起责任 以至于可以带出改变的生命 我也为着活把教会来祷告 让教会是一个 可以说真话的教会 让教会是可以负责任的教会 让教会是一个谦卑的教会 让教会是可以带出 世界影响力改变的一个教会 阿妹 我们就一起 在敬拜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先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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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见地 我们不见地 一星星举步仰望 淡淡仰望出楼面 我们的灵魂 我们不见地 我们不见地 一星星举步仰望 淡淡仰望出楼面 弟兄姐妹把我们的心 把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板上面 让我们可以闭起眼睛 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 让我们真实的可以活出 这一个美好的一个生命 让我们不再逃避 让我们真实的可以看见 因着谦卑面对负责任 可以看见生命要带出改变 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 阿里利亚耶稣 使得主我们单单的向祢献上感谢 祝祢的恩典永远是够我们用的 祝我们不管我们 这些生命的光景是如何 祝我们真实的不再活在 雅哈的生命光景里面 我们乃是要活在 主一个不同的生命的里面 阿里亚耶稣 也许我们会同情 也许我们害怕 甚至我们一直活在那些 想要被好好的生命的光景里面 祝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生命当中 有一个说真话的一个 美好的一个关键人物 鸿满在我们的身上 阿里亚耶稣 祝我们赞美祢 耶稣为着我们自己来祷告 主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不是常常的 主要去拒绝那些 生命当中的米盖亚 有时候真话不容易消化 但是却对我们是最好的 求祢亲自的把我们 把米盖亚这样子的一个 关键人物 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也帮助我们 有一个谦卑的回应 这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真实的 能够面对 祢为我们预备的关键人物 让我们能去聆听这些人 以及祢自己 所对我们生命当中 许许多多美好的关键话语 而带领我们 做出生命当中 美好的关键回应 让我们的生命 走出一条 又新又活的改变之路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第二个部分 然然是把眼睛闭起来 我要为那些 还没有信主的 弟兄姐妹来祷告 也许你今天 正如同雅哈网一样 可是来到这当中 因着你身边 有一位约沙法 他把你带到 上帝的面前来 他不只是你生命当中的 关键人物 更重要的是 耶稣基督 是你的关键人物 而你可以做出一个回应 你要更多的认识 耶稣基督这一位 关键人物吗 你可以做出一个决定 你渴望回应 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当中 透过他的爱 透过他的话语 对你有一些 美好的信息 以至于你愿意回应 举起手来 就可以看见 你的生命 可以走出一条 又心又活 不同的改变之路 如果有这样子的新朋友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没有人会看你 这是你自己在心中 跟神做的那美好的回应 一个关键的回应 却带来关键生命的改变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 不要害怕 没有人会看你 一 二 有这样的朋友 你可以高高的把手举起来 三 有我看见有新朋友 把这样的手举起来 我们南南低着头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基督徒的朋友 我们南南也一起 跟着我来祷告 我说一句 我们就一起来说一句 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我感谢带领我来的这个朋友 我感谢带领我的这个朋友 他是我生命当中的关键人物 他是我生命当中的关键人物 以至于我可以来到你的店中 其实我可以来到你的店中 但是我更感谢你 但是我更感谢你 因为你亲自的向我彰显你自己 因为你亲自的向我彰显你自己 让我可以来认识你 让我可以来认识你 耶稣我要回应你的爱 我要承认 你是我生命当中美好的关键人物 愿你继续的对我说话 让我真实的在谦卑当中领受 让我可以看见我的生命 迎着耶稣基督 可以完全的不一样 可以完全的不一样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祷告佛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佛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给神一个最大的掌声 哈利路亚 我们把荣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也拍手谢谢明杰传道 非常美好的信息 盼望大家在接下来这个月 你都可以遇见你人生的关键人物 你可以做出一个关键的回应 可能你的美好的另外一半 可能是在工作当中缺一个关键 但愿神让你们都可以遇见那个关键人物 更盼望接下来在圣诞节的时候 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关键人物 你可以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 让他可以认识耶稣 让他可以做出一个关键的回应 我们一起低头领受神的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 上帝的慈爱 神的感动与交通 常常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 神的儿女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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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